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 江阳大盗横行村庄 五个普通小伙跟群匪斗智斗勇的电影《五虎将》 由张彻指导 低龙 江大卫 陈关泰 李修贤 王忠主演 堪称70年代邵氏动作电影的巅峰之一 估计很多人都没看过 好了带大家看片吧 脱皮小伙陈灯 被村民们追得鸡飞狗跳 原来他因嘴馋 偷了王大姐家的大飞机 村民们将他堵在角落里 可怎么也下不了手 陈灯反倒是嬉皮笑脸的回应 就罚自己在树下晒一天的太阳吧 这样或许会长点记性 于是村民们用绳子将陈灯捆在大树下 可还没走多远 回过头来 陈灯就已经开溜 村民们念着陈灯平时的好 就没再追究 不久 一群凶神恶杀的男人 骑着快马来到村庄 一路上横冲直撞 见人就打 村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 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这些男人 在村长经营的客栈落了脚 还对着村长大呼小叫 稍不如意就鞭打侮辱 随后恶狠狠地将其他客人撵了出去 就连在病榻上休息的麦艺人也不放过 麦艺人苦苦哀求 遭到一阵毒打 残暴的他们还将麦艺人吊在客栈门口 与此同时 两个肌肉男正在院子里切磋武艺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原来是那群凶神恶煞的歹人 他们是来找索将的 索将虽会切武艺 但见对方人多势众 就并未还手 原来这群歹人是江阳大盗 前不久洗劫了邻村的大钱庄 找索将是为了开保险箱 索将和大钱庄的东家是熟人 一眼就看出问题 并谎称回家拿工具 路过客栈门口时 索将心生不忍 见四下无人 郑宇将麦艺人救下 不料被赶来的强盗踢了一脚 好汉不吃眼前亏 看着强盗手里明晃晃的刀 索将只得作罢 但他不甘成为强盗的帮凶去拿工具 而是来到了祠堂 将此事汇报给村长和各位族长 这群凶神扼杀的男人 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刚刚血洗了林郑的大钱庄 索将打算去镇上报官 来回需要三天的时间 于是吩咐众人 想办法拖住强盗 说完 索将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 陈灯将麦艺人被绑的消息 透露给喜欢习武的 落难少爷阿龙 以及经营旅馆的三娘子 还使用激将法让阿龙去救麦艺人 阿龙鼓起勇气 刚把麦艺人放下来 就被强盗察觉 对方人多势众 将阿龙团团围住 此时麦艺人应并无力还手 眼看阿龙就要吃亏 乔夫马刀 勇敢地冲上前 给阿龙助战 躲在暗处的陈灯 趁机救走了麦艺人 而阿龙和马刀被强盗围攻 单论拳脚功夫 两人还是有几下子的 可毕竟没有实战经验 而且出手不够狠 再加上强盗手里有刀 不过一会儿 两人就被强盗拿下 与此同时 陈灯将迷迷糊糊的麦艺人 安置在三娘子的旅馆之中 突然一阵罗声传来 原来是强盗们 逼迫他们出来集合 还当众用鞭子 抽打阿龙和马刀 村长苦苦哀求 却毫无作用 没想强盗 却提出找点心乐子 把魔爪伸向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女人的丈夫上前维护 不料反被强盗捅了一刀 当场毕命 眼看女人就要落入贼窝池 三娘子叫住了他们 以自己为代价 保全了那个哭得一塌糊涂的女人 以及一身剑子肉的阿龙和马刀 但强盗们并不会就此作罢 第二天 强盗们在广场上竖了一根竹竿 声称干饮一寸 就要杀一个人 直到所将为他们打开保险箱为止 阿龙等人打算找强盗拼命 但被卖艺人拦下 他建议挤人不要去广场和强盗硬拼 可以采用逐一击破的方式 那么他们就从薄弱一点的客栈下手 陈灯首先从屋顶了解屋内强盗的实力 看到只有两个人 便引来埋伏在一边的其他三人 四对二果然就占了上风 解决完两个强盗之后 正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 就遇到回来休息的四个强盗 陈灯嬉皮笑脸的教主其中一个 出其不意的将他击倒 旁边的马刀立马抄起斧子 随后就是四对三 可卖艺人的身体还未恢复 没有多少战斗力 不料杀红了眼的侨父马刀 抄起斧子 独自跑去广场救人 此时强盗们正在作恶 马刀对着他们就是一阵狂卡 一时间内 众匪被马刀追得鸡飞狗跳 但毕竟马刀只有一人 还是被强盗的飞刀击中 而此时 其他三人还在客栈和强盗对司 战斗力强一点的 只有阿龙和陈灯 强盗手持尖刀 异常的凶狠 阿龙的身手不凡 但从未与人真正交手 还好陈灯反应快 将强盗的尖刀给踢落 一番四打之后 三人将客栈里的强盗给消灭 与此同时 众人也因马刀的离去 有所觉悟开始反抗 他们拿起劳作的工具当武器 把余下的三个强盗赶进了客栈 强盗老二看到陈灯 突然大笑了起来 随后说出陈灯的真实身份 原来陈灯曾是非贼陈三 强盗还想拉他入火 可陈灯却表示 自己以洗心革面退出江湖 多亏村民们好心收留 如今的他只想保护村民 于是强盗老二和陈灯较量了起来 阿龙对战的是强盗老三 虚弱的卖艺人 则把小喽啰引到屋外 在众人的帮助下 才将小喽啰铲除 随后众人拿着锄头进了客栈 果然人多力量大 不过一会儿 就将余下的两个强盗给擒住 但善良的他们并未下狠手 而是将强盗绑在木桩上 村长也劝他们 锁匠去报官了 到时交给官府处置 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 来者是一群壮汉 锁匠也回来了 众人以为是救兵来了 灭露喜色 没想锁匠 错把强盗同伙 当成官差请了回来 众人准备再次反抗 但强盗头目手持双枪 对着人群一阵疯狂扫射 众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事 一时之间伤得伤逃得逃 明白真相后的锁匠万分自责 想去跟强盗拼命 但被阿龙阻止 可再去镇上报官 时间又不够 卖艺人表示 此事得从长计议 让他们感到最可怕的 是强盗头目手中的枪 而强盗之所以没有离开村庄 是想让锁匠为他们打开保险箱 此时锁匠却不知所踪 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当众表示 天亮之前 若找不回锁匠 就大开杀戒 夜里 陈灯潜伏在客栈外 透过墙缝 观察里面的一举一动 终于逮到机会 打算用竹竿勾走强盗头目的枪 但距离太远 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还差点被发现 情急之下 陈灯勾住了比较容易得手的子弹袋 强盗头目反应过来连开两枪 还好陈灯溜得快 强盗头目在后面追击 可枪膛里只剩下三颗子弹了 得知陈灯没有得手 三人有些失望 一气之下 把一颗子弹扔进了火堆里 突然轰的一声 子弹爆炸了 而且威力还蛮大 于是锁匠 想出一剂 用炸药对付重肥 首先把蛋壳里的火药拆出来 收集在布包里 再借着开锁为由 进入贼窝 到时再趁机引燃 三人本不同意 但眼下又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 在锁匠的一番操作下 保险箱被成功打开 里面除了大捆的钞票之外 还有一大包金条 但这些金条上 刻有钱庄的烙印 拿出去用 无疑是在脸上贴了个贼字 强盗头目 向锁匠提出融调上面的烙印 锁匠一听机会来了 立马同意 有了火就好办了 锁匠本想给强盗一个团灭 但只有一部分人围在跟前观看 眼看就要融完了 为了不让强盗得逞 锁匠只得引燃了衣服里的炸药 轰的一声巨响 就连屋顶也被炸塌了 纹身赶来的强盗头目 用枪击中了陈灯 自知难逃一劫的陈灯 立马护住阿龙和麦一人 为其挡下子弹 三颗子弹很快就用完 强盗头目紧张了起来 陈灯不顾一切的扑向强盗头目 随后展开了拳拳到肉的激战 与此同时 阿龙和麦一人也和重匪展开了生死较量 这个过程非常精彩 同时又有些悲壮 放一段原片给大家看一下 话说七十年代的武打动作片 演员们一招一试 硬瞧硬麻 实用的都是真功夫 结局令人挺心疼 好在是正派以胜利结束 这部五虎将将动作片的阳刚活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陈恶扬善的故事 打斗场面更是拳拳到肉 震撼人心 演员阵容强大 让我们看到了七十年代 邵氏版的五虎将 颜值和气质都不输现代的小鲜肉 话说你们对他们还有多少记忆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独 下期不见不散